一个视频让你看清楚你和A4牌前锋的差距 如果你玩前锋遇到这种情况 吃了猫女的一个A晕该怎么办 是不是只能乖乖等死了 今天A4前锋教你破解方法 此时你们注意看前锋的飞轮在冷却 而这种情况吃了一个A晕的情况下 先不说能不能救人了 连自己都可能会死 想要破解只有一个办法 请看A4牌前锋的操作 看清楚了吗 一波螺旋球成功撞晕监管 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可能还不够牛 下面还有更细节的操作 你们注意看外面的机子情况 当前锋救下杂机之后 球图内海机已经60%了 说明差的不多 但是还差一些 而猫女只需要一个猫就能带走杂机和前锋 那前锋又该如何握鼻呢 直接炸猫 前锋一点办法都没有吧 接下来你们一定要好好看清楚 看到了吗 我给你们慢放一遍 前锋是先主动蹭晕 这样身上的猫会消失 然后直接强摸杂机 但刚才球图发信号了 机子还没有压好 所以在猫女出招的一瞬间 往回走 躲掉一刀 此时猫女以为前锋没球了 或者心急了 直接挂人 但她不知道的是 前锋等的就是这一刻 直接一波交互状 成功保护杂机 机子也已经压好 至此这把猫女已经回力无天了 而且刚才最后一波拉球 有一个非常细的细节 你们注意看一下 发现什么了吗 前锋是特意拐了一下之后 再去撞的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直线拉球撞猫女 很有可能撞不晕 因为这个距离可能不太够 而稍微拐一下 就必然可以撞下杂技 这就是A4前锋对距离的把控吗 太细节了吧 OK 喜欢学习技术 记得看水老师的视频才可以 记得关注一下水老师的视频 一个很细的部位 如何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人黄 看完这波拉拉队员的操作 你就明白了 你们看出来什么了吗 是不是觉得拉拉真不怕死 雕刻家都到身前了 还不翻版 其实这都是细节 我们重新放慢看一下 你们注意看雕刻家的手上动作 当雕刻家在转匕首时 说明他在捏雕像 而捏雕像就没办法出刀 拉拉队员正是因为看到他在捏雕像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翻版 因为提前翻版 很有可能会被交互夹到 正是因为这种博弈 让雕刻家这波没能拿到好处 我也去实战中试了一下 当雕刻家捏雕像的时候 如果要取消雕像迅速出刀 其实后摇也不算多 速度挺快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人黄 建议还是别这么拼 如果给了震慑就不太妙了 正常人应该都和这个勘探一样 还是同一局比赛 这个勘探就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你们看这里 雕刻家也在捏雕像 但勘探不敢翻 怕震慑 没问题的 求稳吗 因为确实有震慑的风险 这只有对自己的反应 还有对雕刻家的出刀非常熟悉 才敢像拉拉队员那样翻 但正是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 才让第五人格有了不同的魅力 希望看完本期视频后 也能让你了解到第五人格的魅力 记得关注帅老师 一个很细的怪 当薛若鹤的歌剧遇到S1的原丁 这把歌剧红温 前期追击速度超级快 场上一共一台半 完全杀就倒地了 这怎么打 先告诉你们结果 最后歌剧被三跑了 那求人者又是如何翻盘的 接着往下看 佣兵正常卡半救人 不双岛 然后回去休机 完全杀也没想二六 直接跑小门角落 因为小门的椅子刷在了一板两窗 准备打原丁体系 这种情况 请问歌剧应该如何处理呢 可以这么说吧 除非原丁给机会被秒掉 不然歌剧面对这种情况 只能换抓才有机会 不信你们看 尽管原丁没有第二次拆掉椅子 但玩具商肯定是带了三摇的 直接摇下来了 摇下来之后的玩具商 不需要钳制 直接再次往小门角落窗 原丁再次去拆椅 请问歌剧又该如何应对呢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歌剧不死心 还要继续去追玩具商 可惜面对A11原丁这种打法 你又有何办法呢 我们不能说原丁这种打法是恶心的 因为这本身就是原丁的玩法 只是有时候想要破解这种玩法 是真的有点难 最后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只能先去处理原丁啊 但为时已晚 机子都已经快压好了 最后也是无赖败北 从最开始的速抓玩具商 到最后的含恨败北 歌剧肯定已经红温了吧 如果你们是监管 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大家不妨在视频下面说一说 还有你们觉得歌剧现在到底强不强 排位赛遇到了到底能不能热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en供噗带 我们下来订阅 转发 启en侠